男人首爾意高在9日舉行了畢業典禮 而當天論壇上也出現了一篇 在畢業典禮上抬不起頭的某團成員引發熱議 從網友提供的影片可以看到 當時台上正在頒發特別功勞獎 而當一名男畢業生走上講台時 台下也立刻發出了熱烈的歡呼聲 甚至還有人大喊跳舞吧 跳直行啊 我給你買好吃的啊 原來這名男學生是偶像組合吹雪的成員 普真語 而在台下調皮大喊的正是吹雪的成員們 而普真語似乎對成員們的話 感到非常害羞 不時低頭且笑 不時拿獎狀遮臉 讓網友們看到後紛紛笑說太可愛了 如果是我肯定只想逃離現場呢 我肯定只想逃離現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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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